我們七個小時裡面大概會講的內容大概有這一些 那前面我會先做一個簡單的自己的一個簡介 那再來的話了解一下有關相關的參考數目 這部分當然你如果說覺得這課程裡面有一些理論部分你想要多了解 也許建議可以再參考一些相關的書籍 再來我們課程裡面會講到五大類函數 那裡面的話大概就是把最常用的這些 包含就是像文字與資料函數 還有就是說邏輯、日期、時間、數學跟可能統計 三角用的比較少 另外就檢視與參照 比如像VIRU函數常用到這些查詢資料的部分 你把ESEL拿來當資料或儲存或資料庫的一些相關概念 那首先的話我簡單介紹一下 這個部分第一個呢 我把這個先放大一下 那首先的話當然 為什麼會我來這邊上課 那其實主要我在這個領域呢 滿久的一段時間了 至少層次設計的經驗至少差不多20年 然後在教學經驗上面當然也差不多超過20年的時間了 那所以如果你要找到我的相關資料的話 其實很簡單一個方式 就是你Google吳老師的話 這個前面大概三四個連結 就第一個page 應該會可以找到我的 那我主要目前授課的重點 現在最多的就跟大數據的應用很有關係 因為現在很多地方都講到有關大數據的相關的一些議題 那怎麼樣利用那個像ESEL去解決一些相關的大數據的問題 當然不只是ESEL啦 其實還有其他工具 那還有再來就是說 這是相關得到的一個獎項 在志強工業基金會頒給我的一個叫教學卓越的獎項 最近的 然後另外的話 跟這個課程有關的 當然 目前 常態性的開課呢 在像動物大學經濟推訪部 還有像文化大學的經濟推訪部 還有像志強工業基金會 清華大學的那個推訪部 還有在台北市的公務員訓練處等等的 都有開設類似相關課程 不過那邊的課程 這個時數呢 其實比這邊還要來的長很多 因為今天我們只有7個小時 可是那地方 其他地方的話 至少都是30個小時以上 而且這方面需求是還蠻大的 你會發現很多地 其實在大台北地區 雖然說那個區域性好像蠻接近 但是開課情平均都還蠻好的 尤其像這一次在動物大學 今天推訪部 大概這個課程很快就額馬了 可想而知 目前大家都會希望能夠把這些東西學好 主要目的當然就是說提高工作效率 因為你只要牽涉到eSale 如果你不懂的一些函數的易用的話 你的效率絕對不可能增加 而且可能會需要做很多 比較沒有效率的事情 就突發電剛 Ctrl C Ctrl V 一直在那邊重複的同樣動作 當然如果你不希望一直浪費時間的話 其實就有必要 在工具使用上面的能力可以增加 那工具的使用其實 其實我不只是這些 函數的應用 或者是說 剛剛有提到的 也許你可以藉由像 撰寫一點簡單的程式之外 像還有一些什麼的像樞紐分析表 或者是說 在eSale裡面還有一些其他的工具 可以達到你提高工作的效率 你會跟不會 其實你可能做事情的時間 當然就相差很多 甚至百倍 千倍可能都有可能 會的話 你一下就可以把這個問題解決 但是你不會 你可能做一整天都在做同樣的事情 其實很浪費時間 那這是我相關的簡歷 我大概程式設計的經驗 至少超過二十年 那之前有曾經有創業的經驗 擔任過某資訓公司的那個執行長工作 五年的時間 那也拿了一個 叫傑出創業楷模的獎項 那當然主要 我的課程主要還是以實際上 分享一些我在工作上面的一些經驗 怎麼樣提高工作效率的一些方法 那證照也是很多 不過這個大家看一下 那我有個YouTube頻道 所以呢 未來呢 我會把那個上課內容錄下來 也是一樣放在YouTube上面 不過會有給各位一點時間 大概兩週的時間 如果說你等一下後面的課程 有些細節講 沒有聽得那麼清楚的話 沒關係 你先實作看看 實在還聽不懂 那回去 也許再把影片稍微看一下 反正你不懂的部分再看就好了 其他如果你懂 你就把它跳過去 不用從頭再看過 也許就 因為有時候 你可能一下子 對於一些函數的應用不太熟悉 那你希望真的能夠學會的話 有這些方法 那其他的話 Google 證照中心等等 好 大概簡單介紹一下 所以因為這樣的關係 在網路上搜尋 很容易搜尋到我的東西 所以其實很多上班族 其實每天都會很希望說 我能夠傳一些影片上去 他能夠多學一點東西 因為這個反正 會跟不會其實在職場上面 就會有很大的落差 而且現在 慢慢走向像工業4.0 第四代的 第四次的工業革命 那其實上班族也可能會面臨到同樣的問題 你可能也會有上班族必須要升級的問題 也就是很多上班族 之所以會需要不斷加班 很大的原因是因為你的技能不足 那那個技能不足 其實就是說 大部分可能講的就是 你可能 本來你應該要熟悉的工具 但是 你卻不那麼熟悉 那當然你會 需要花很多的無謂的力氣 另外呢 有關那個 參考書的部分 有關函數 大概會有這兩本 你們在應該獎益裡面 應該也有 另外我蠻推薦有一本 像那個eSale的職場函數468招 裡面的話呢 其實 我覺得它比較大的特點 就是它的範例非常多 所以如果你希望能夠 除了上完這門課之外 那你還要想要再更上一層樓的話 這邊有468個範例 那你可以怎麼樣 可以把這些範例通通拿來練習 如果你每一題 每一題都做過 我相信 你Sale應該是非常的 我想 做幾次來 就會非常的隨心所欲 而且你做起來 會非常的從容 然後上班會非常的愜意 為什麼 因為你很快就把事情做完了 因為我在其他地方上的學院 很多都這樣子 因為學了之後 時間突然感覺變多了 每天都可以非常很優雅的上班 當一個很優雅的上班族 為什麼 因為不需要趕 反正呢 你大概知道怎麼做 拿報表需要的 甚至有些呢 學到一鍵就可以完成 按下一個按鈕呢 所有的報表就自動輸出了 那感覺其實是非常好的 好 那再來 那後面還有一些可能VBA 是我剛剛提過 不過這個部分呢 在入門 基礎班跟進階班 可能不會提到 高階班就會有 OK 那這個東西當然又更厲害了 它其實是 一鍵搞定所有的報表 是不騙各位 真的是可以這樣子 按下一個按鈕 所有的事情通通搞定 那感覺其實非常好 但是它有個階段性的 也許建議就是說 你可以先把ESALE裡面的函數 通通都了解之後 再延伸到這個領域 我想相信你可以銜接得更好 另外的話呢 我們這課程裡面 還有除了講義之外的 這個資料之外 如果你想要知道更多的訊息 因為我們那個解答裡面 有一些部分可能在講義 沒辦法放得那麼完整 所以如果說你想要知道更完整的訊息 我有放一個資料在雲端上面 那你直接 在底下有一個下載檔案這個連結 這個連結裡面的話 你把它點進去 裡面就有更多的東西 包含有一個叫雲端白板 這個雲端白板指的就是我平常上課 那不是寫在白板 這個實體白板 而是寫在雲端白板 那個雲端白板好處就是 隨時你想要查閱就可以查閱 所以後面的相關的補充資料 也許有些部分 你可以參考我的雲端白板 那底下有個QR Code 如果你把手機掃一下 其實也可以連到上面去 用手機也可以看得到 相關的補充資料 會更完整 那今天的話 我想我們就直接來看一下 總共五大類函數 那當然呢 這個部分的話 主要就是 讓各位 可以用一些比較有系統的方式 來瞭解 這個Excel的函數 該怎麼使用 那Excel函數至少 250幾個 那250幾個呢 當然你不可能 每一個去把它背起來 其實也不用背 因為呢 它其實是很有邏輯性的 主要你是要瞭解 函數怎麼使用的方法 如果你會的話 基本上 幾乎 你完全沒用過的函數呢 大概呢 稍微看一下 它大概要 需要提供什麼資料 它也可以很快的 幫你把結果給做出來 那比如說呢 後面有五大類函數 那請各位呢 先幫我開啟 其中第一類的函數 第一類函數的部分的話 請各位一樣 開啟那個練習檔 OK 因為我們這個解析度 會 所以 還是有 已經算比 之前的那個 在17樓上課的解析度 來得好 不過還是沒有說 非常的清楚 那已經調整過 已經調整到 比較好的情況了 所以如果你還是 實際上太誤的話 這不然可能就是 再往前做一下 也許 離步目進一點的話 相對的可能會 看得比較清楚一些些 那 再來的話呢 請各位先幫我開啟 這個第一個犯 文字與資料函數裡面 的第一個範例 那我們後面的上課 基本上就是 以那個 問題怎麼解決 問題怎麼解決 就大概這樣 所以每一類 都有每一類的問題 然後解決的方式 解決方式當然不是 突發鏈鋼 是要用什麼樣的函數 可以快速解決問題 OK 所以呢請各位 第一個先開啟 文字與資料函數 第一個問題 其實非常簡單 開啟之後 各位可以看到 這邊有一個練習題 這個練習題的話 主要是 有一個這個 重練習 裡面的話呢 有提到就是說 如果我今天 希望做一件事 把後面的資料 全部串起來 串起來之後的格式 就要看到 就類似像 我們上面這個 一個題目說明 長的就是要 類似像這樣子 然後有個提示 就是說 利用什麼呢 AND串接 另外呢 再配合 REPT加LEN函數 把這個 手機的 這個 手機號碼 全部串連在一起 變成一個標準的格式 那這個地方呢 當然要怎麼做 首先第一個 當然 各位可以看到 AND串接 所以基本上 如果我說呢 我今天有一個 定義號碼 11的話 那前面就要先串一個09 0911 有沒有 然後後面的話 再串一個-的符號 這個-符號 然後呢 再串一個什麼 84 如果他是兩個字的話 那你要補一個0 如果是一個字 就要補兩個0 那如果沒有 那就補三個0 就對了 如果三個字 那就完全不補0 不過這個邏輯 大概知道 可是你要怎麼利用 REPT 加上 LEN 可以完成這件事情 大概就是題目說明 大概可以先 如果還是 不太知道怎麼做 可以先試做 那我會教各位 怎麼樣在最短的時間 把這個 事情給解決掉 那裡面的話呢 當然邏輯提示 也許 REPT 簡單說一下 就是說 它是要 其實有repeat的縮寫 REP 就repeat repeat 它也是一個文字函數 它意思就是說 你要repeat什麼字 那基本上 我們要重複幾個0 的意思 重複幾個0 可是重複幾個0 根據什麼而來 後面有個LEN對不對 LEN 其實顧名思義 它就是算文字的長度 也就是說呢 我們要算什麼 算你這個格子裡面呢 有幾個字 如果呢你有兩個字 那就補一個0 如果你有一個字 那就補兩個0 那如果你0個字的話呢 補三個0 你會發現喔 這個幾個數字 加起來都是3 意思是說 裡面一定要有三個字 所以呢 我們可以用一個公式吧 或許你可以怎樣 用3減掉 它裡面總共有幾個字 那你就知道 比如說它兩個字 三減掉兩個字的話 又一個字 意思就是說 重複一個0 如果裡面一個字的話 就是3減掉1 裡面呢 就是用兩個字啦 所以如果 我希望呢 應該聽得懂我的意思啦 這個邏輯 比較會 需要轉個彎 因為裡面一定要有三個字 所以你可以用3減掉 它裡面有幾個字 然後呢 去判斷說 它要重複幾個0 類似像這樣子 我們要怎麼樣 可以快速的把這個問題解決 當然如果你知道怎麼做的話 很快啦 兩下子就可以把這個問題解決 但是你如果不知道的話 恐怕就很頭痛了 這個是 像電信公司的一個內部範例題啦 當然它每天都要處理幾萬筆的這種資料 所以如果你會跟不會 當然你可能時間效率上就差很多了 所以第一個 如果你對RIT不熟的話 你可以切到前面有一個IPT的那個練習 那這邊的話就會有一個 比如說我這個有個練習題 這要重複幾顆星 那重複幾顆星呢 是根據什麼 根據它的銷售量 它的銷售量如果有100的話 那就給一顆星 所以你可以怎麼樣 插入一個函數 插入函數的話呢 這邊當然特別注意喔 第一個呢 就是我們主軸啦 插入函數其實可以從前面這個 FX這個插入函數這邊 直接點擊它 第二個呢 請你再點擊這個所謂的類別 因為未來的使用 我是建議啦 你可以把函數按照類別去分別了解 這樣的話呢 你可能會比較容易有系統的去學習函數 那再來的話呢 第二個就是選取類別裡面的文字 那當然呢 我們第一階段的那個練習 都是針對文字這個類別的函數 去做說明 去做使用 那其中的話 各位可以找到 因為它是按照英文字母排列的 所以呢 如果R開頭的話 一定是在R 所以請你往下找到R開頭的 然後很快就可以找到REPT 那這個函數部分 特別注意就是說 未來你們在使用函數的時候 大家有一個概念 其實第一個如果你完全沒用過也沒關係 請你把底下的相關訊息稍微看一下 那一個函數顧名思義 就是你給它什麼樣的一個 它叫引述 你給它它要的引述 或者叫參數 那它會給你你要的結果 這個叫函數 所以它會給你問答 問你一些問題 首先第一個問題 底下的話你可以看到底下有個什麼 它需要 可以看到底下有個 REPT小瓜糊 Tester 那顧名思義 Tester應該是你要重複哪一個字串 可能是一個字也可能是多個字 後面的話呢 逗點有沒有 第二個參數是LUMBERTIES 意思是說你要重複幾次 LUMBERTIES 重複幾次 OK 那底下有一些中文的敘述 不過這個中文敘述 大部分都是從那個 英文翻譯過來的 有的時候其實即便你全部把它看完 你也不是很了解 你大概就知道 你用那個美國人的思維 也許美國人他們有 他翻譯的沒有非常的好 可是其實還是可以看得懂 只不過你就是不要鑽牛角尖 因為它其實跟我們一般學習的那個 作文的文法是完全不吻合的 所以大概知道一下它有一件 那如果還有細節部分 這邊有個函數說明 你可以點擊進去 它有個官方的一個說明 不過特別注意就是說 在那個2010以前的版本 還會跳一個視窗 可是2013以後的版本 它會連到網路上面去 才會跳出那個說明檔 意思說那個說明檔以後 是在網路上面 也就是你必須要連線 假如你沒有連線 沒連到網路上面 也是沒辦法看到這個說明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怎麼使用 一先點選插入函數 二點選文字類別的這個IP 按確定之後 那做法上一 它會問你說你要重複什麼 我要重複信號 所以你把那個信號 這個儲存格 C1 先點選 那重複幾次的話 是根據銷售量 除以 所以這邊有一個除號 除以多少呢 所以你打一個除號 除100 這個時候的話呢 除100之後它後面 你可以看到 在這個視窗的後面 這邊 不過解析度可能比較小 OK 應該看到1.58 1.58 1.58意思是說 它要重複1.58顆星 不過因為 這個信號 它repeat只會取整數 所以基本上它就重複一顆星 也是5.58 它不會去做任何的值 也沒有5.58顆星 所以它沒有辦法像 有一些軟體它會自動跑出那個半顆星 那這邊是不會啦 不過如果說呢 你要把這個1.58 那個1.58把它去掉的話 那當然我們這邊有個提示 這邊在那個問題提示裡面 會跟你講說 你還可以用INT函數 那這個INT函數是什麼意思呢 INT顧名思義就是取整數的意思 意思就是說 如果未來你的那個資料裡面呢 有小數點的話 那你可以 在這個資料的外面包一個INT函數 它可以幫你做什麼呢 把小數點無條件的捨去掉 所以那要怎麼做 特別注意喔 請各位就是在這個地方 上面這裡 外面 這邊是1.58 你可以在外面包一個INT 前刮弧 在後面呢再加一個後刮弧 這個時候你會發現 如果你在這個地方外面包一個INT的話 那這個時候的資料 就會變成本來1.58 就會變成1了 所以應該可以看懂這個使用的方法 那未來當然這些相關的函數 就是互相這樣子 就可以組成一個你要的公式 得到你要的結果 大概是這樣邏輯 那最後呢請你把它按個確定 確定之後 不過確定之後的話呢 它會自動幫你帶出一顆心 有沒有 158 因為它還沒滿 所以會把58 部分給捨棄掉 然後把它置裝好了 這邊上面常用裡面有個置裝 當然呢做完一個之後 你需要再把它向下填滿 那向下填滿的話呢 它會自動完成 不過會有個問題 你向下填滿之後 它一定會出錯 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我們的這顆C1有沒有 因為如果你向下填滿 就是右下角的空點嘛 你如果向下填滿的話 它會有個規則 就是如果你的儲存格裡面有裂號 所謂的裂號就是數字 有沒有C 這邊 剛剛我們這邊不是有一個那個 這個C1 B3有沒有 只要有C1跟B3 其實就是儲存格的位置嘛 那位置的話 如果是裂號的話 裂號指的就是後面那個數字 如果你向下填滿的話 那個數字會自動幫你加1加1 OK 就是C1會變成C2 C3 C4 一起類推 那B的話也會 B3 B4 可是問題是 我們那個星號是不能夠動的 因為它一定都是放在C1 你不能說它會幫你放在其他地方 不會 所以怎麼辦呢 如果說未來 你向下填滿的時候 假設那個位置不能夠更動的話 有一個原則可能要記得 就是請你在裂號前面呢 加一個什麼呢 加一個錢的符號 Ship加上4 有沒有 這個地方應該看得到 C一個錢的符號 放在哪裡呢 放在裂號前面就可以了 這個是固定規則 如果你不希望它動的話 就是給它錢就好了 OK 就是說如果有員工要離職的話 你給它加薪 可能又 它可能就不會離職了 為什麼你要離職 當然都是錢太少了 薪水太低了對不對 所以如果你幫它加薪的話 它可能就不會離職了 大概是 不過這個只是比喻啦 OK 那就是 特別注意喔 如果向下拉的話呢 那個裂號會增加 可是如果你向右拉的話呢 那個藍號會增加 藍指的是前面 C會變成D 會變成E 所以未來 因為現在我們還只有向下填滿 沒有向右填滿 所以未來如果說你要向右填滿的話 那假設你不希望那個藍變動的話 那你就必須在藍前面加一個錢的符號 前提是你要向右填滿才需要喔 如果說你沒有要向右填滿的話 你前面不用加錢的符號啦 加了等於是白加沒有意義喔 OK 所以這邊的話加了錢的符號之後按確定 再把它向下填滿 放開之後喔 那我們的那個幾顆星就完成了 應該可以看懂這個公式吧 那當然呢 細節部分 講義裡面好像也有吧 OK 如果說那個最後完成的公式 假如你一下子沒辦法 記得起來的話 在那個我們的講義裡面 好像也有這個 畫面跟那個 就是最後我們需要放的公式 所以第一個 我們講的就是REPD的這個函數 那第二個的話呢 我們要了解 因為後面我們還會用到LEN嘛 所以喔 等一下再來看那個LEN函數 要怎麼使用 其實就是這樣啦 後面我們主要就是慢慢的 給各位一些問題 那如果你要解決那個問題 需要用哪一個函數 很直覺的 所以以後你腦袋裡面 如果都對這些函數 都非常的熟悉的話 那你其實你工作裡面的問題 都可以利用同樣的方式 很快的就可以把它解決掉 說真的 你會覺得好像做幾次來非常的 什麼 應該不是那麼困難 很快 像我們自己做事都這樣子 那就很快的 一下就把這個結果給做完了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那個REPD的部分 那如果做完之後呢 再切到那個 Left Right 先跳過好了 LEN 那LEN的話 接下來就是 移到上面有一個長度 這個地方的話呢 主要是算什麼 算那個 某個儲存格裡面 有幾個字 LEN嘛 其實白話就是 算幾個字啦 OK 那如果你要算幾個字 當然不是要你一個一個去算 我發現真的還是很多人 明明有函數他不會用 他就是要用他習慣的方法 但是那樣的方法其實也 也許沒錯啦 因為還是可以做得出他要的報表 但是太浪費時間了 而且那些方法 跟用紙本好像也沒什麼兩樣 那其實以上本來就不是要你把它當紙本來使用 而是真的要用 他裡面的一些工具 幫你解決一些問題 這樣子處理事情才會有效率 所以也許這個應該也是第四次工業革命 除了革命的是機器之外 也是在革命你的大腦 因為如果你沒有革命的話 你沒有更新upgrade的話 其實說真的啦 你做起事來會越來越辛苦 為什麼 因為數據只會越來越大 所以大數據的這個概念裡面 有一個大 那這個大小的大 其實有一個關鍵意義 所謂的大 一般簡單解釋就是 人工無法處理的資料量 其實就是大的 那多大的叫大 其實我發現現在大部分的資料都是非常大的 如果你還在用人工在處理事情的話 其實真的會非常辛苦 因為你就把自己當機器 機器人如果處理師他不會累 可是人會累啊 而且會做錯 但機器人不會 所以你要善用怎麼樣 利用機器 利用電腦幫你完成事情 所以請各位先把那個 REPT的部分先稍微練習一下